8年前,由于南美洲哥伦比亚的战略冲突,卡多纳以难民庇护的方式来到了加拿大。 我的家庭是一场的冠状,所以我们必须逃到,我的父亲被逮捕了。 经过当地多家机构的帮助,他从开始的迷失到逐渐融入了加拿大社会。 而卡多纳只是百万难民中幸运的一个。 加拿大作为28个接收国际难民的国家之一,每年会接收约10万来自各地因战乱、信仰迫害和政治纷争等因素的受难者。 温哥华安置服务组织介绍,中国、伊朗、巴基斯坦以及叙利亚是主要的难民来源国,而中国的难民申请者遭到迫害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。 有当地移民服务机构介绍,将在2015年完成再见的世界第一所难民移民综合安居中心,以便更好地为难民提供服务。 温哥华市议员也到场宣布,今年的6月20日是温哥华市的难民日,他认为对于难民的认可是加拿大人对自身身份的损失。 新台日记者家们,温哥华报道。